韩国男团WS501的前队长金贤仲跟前女友崔某的官司要让多年 崔某主张因为金贤仲的暴力行为令他一度流产 曾入比法院要求金贤仲赔偿34亿韩元 也及大约2000万人民币 不过检方在去年1月知崔某曾提出假证据 起诉崔某损害金贤仲名誉 崔某在本月10日的审讯中被判损害金贤仲名誉罪名成立 判罚1亿韩元也及约61万元人民币 另外金贤仲也起诉崔某伪造文件勒索及损害名誉 早前被警察院求刑一年零四个月 在10月18日进行的审讯中 法官以诈骗为随损害名誉等罪名 判崔某罚款500万韩元也及约3万元人民币 法官表示崔某主张在2014年10月 再一次怀孕时被金贤仲强迫堕胎仪式 已被确认是谎言 因此法院判定崔某罪名成立 苏无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